今日49岁的李亚鹏以非常高调的方式公开新恋情 女方是比她小19岁的90后姑娘还还惊喜 一名身材高挑的模特曾接触过戏剧作品 在《那年花开》月正园里面饰演森林的丫鬟夏莲 而11月26日报道 知名艺人李亚鹏被控欠债4000万 一案在审在11月25日上午9时 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 记者从原告方北京太和有联投资有限公司代理律师聂敏处获悉 在审正式庭审结束 法院将择期宣判 聂敏称庭审中法官总结的庭审焦点主要有4000万元的限制 以及签署4000万元承诺书是否存在胁迫行为 李亚鹏方的辩护律师称 李亚鹏的录音说他都要跪下了 还因为遭受到太和有联公司一方胁迫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评论哦 余温苏碧整理报道